这个国家受到我国援助后 转身送上价值400亿的大礼 不愧是咱们的好兄弟 这是怎么回事呢 点个关注 咱们接着聊 这事还要从疫情开始说起 疫情是全世界的灾难 而疫苗的快速研制 则体现了咱们中国的实力 自从这疫情降临以后 咱们就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战略方针 总体上其实效果显著 再看看国外的一些 自诩开放的文明的国家 天天呼吁什么全民免疫 你要是戴着口罩走在街上 人家都认为你有病都要骂你呢 结果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在某个漂亮国 那感染人数几万几十万的猛涨 欧洲国家也是不甘落后啊 你说你比什么不好 你比感染人数真是活久见了 总之 全世界都快乱成一锅粥了 而咱们国家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 坚持研发出了疫苗 这从咱们中国的疫苗投入市场后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抢着药啊 而咱们呢 除了国内的基本供应外 自然要优先考虑和咱们关系不错的国家 对不对 毕竟朋友来了有好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这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代客之道 面对一众欧洲国家 塞尔维亚这个国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如果没听过 没关系 它以前还有另一个名字 叫做南斯拉夫 这个国家算是与我国最铁的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国愿意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期 依然分出一部分医疗队伍 紧急援助塞尔维亚 而在我国研制出疫苗后 直接给塞尔维亚供应了100万剂疫苗 这是许多国家掏钱想买都买不到的好东西 放眼全世界 哪个国家还有如此待遇 在中国物资飞临塞尔维亚时 塞尔维亚的总统亲自接机 在机场 望着面前悬挂的五星红旗 他情不自禁 潸然泪下 并且很快 他就给我国送来了一份 价值400亿的超级大礼 拥有这份心就说明咱们国家没有看错人 这个国家可教 因为咱们及时送来的疫苗 让塞尔维亚能够快速有效的控制住疫情 而这个时候 塞尔维亚国内正好有一个地铁项目 这个地铁项目 号称是全欧洲最大的地铁项目之一 一共有三条线路 每条线路都有几十公里长 塞尔维亚一寻思 我和中国关系这么铁这么好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人家又是送钱又是送疫苗的 帮助我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现在这个工程还用想吗 肯定非中国莫属吧 再者说了 中国的基建实力 那可是经受过无数考验 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呀 如果这条铁路能够建成落地 那么将极大的缓解 塞尔维亚首都的交通拥挤情况 与此同时 咱们的基建队伍还接下了 凶赛铁路项目 这个铁路和地铁虽然都带个铁字 但其含义可是天差地别的 地铁都是建在城区干道里面的 只要做好规划 然后在施工的时候 把路一封 基本就大功告成了 从施工角度上来看 并没有什么难处 主要工程款打得快 一座崭新的地铁 明年就能通车 而高铁呢 高铁就是塞尔维亚 连接周边国家的生命线 沿途要碰到各种各样的地质环境 比如连绵的大山 以及肥沃的土壤 这种地质平常时还没事 但是如果进行基建 非常容易造成山体滑坡 这种自然灾害 对于施工队伍来说 是一项严峻考验 轻则拓慢工程进度 重则很有可能造成 施工人员的伤亡 所以在规划的时候 必须万分谨慎 然而就算在施工前期 做了充分准备 可是千算万算 还是没有料到塞尔维亚 会爆发一场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 这一下别说施工了 连之前勘探好的路线 都要重新检测 所有的规划图纸毁于一旦 因为洪水的缘故 各项数据和调查都成了无用功 忙活了半天 一场洪水直接白忙了 但是这并不能阻挡 我国基建队伍的脚步 重整旗鼓后 我国基建队伍再次从头开始 一步一步勘探地形 重新规划 虽然工期被延误了一段时间 但是咱们必须得保证 工程质量 对不对 不能像隔壁小日本 在越南承建个大桥 没用三天的 竟然垮了 咱就是说 哪怕它是一座木桥 也不能用三天就垮吧 你小日本收了那么多的承建款 都用哪去了 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所以只要咱们中国 接手的基建工程 还没听说过这种事 在修建过程中 咱们还遇到了一条隧道 这是塞尔维亚境内 最长的一条隧道 由于是雨季 所以经常下雨 导致隧道内不断的漏水 这些积水 就给咱们的施工人员 造成了很大的不便 并且由于漏水 还导致了某些地段的路面坍塌 这种施工环境 可想而知 到底有多恶劣 这要是别的国家 可能就直接暂时停工了 但是咱们中国人可不讲这个 要知道 比这还要艰巨 还要恶劣的条件 咱们的基建队伍又不是没有遇到过 咱们怕什么 根本就不太怕 就这样 在我国铁路强大的技术和实力加持下 整条铁路的建设过程非常顺利 中间碰到的问题 也基本都被咱们给克服了 在咱们基建队伍加班加点的建设下 这条横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的铁路 终于建成落地 而这一过程 仅仅只用了四年 在正式通车仪式的现场 塞尔维亚的总统还亲自登车 作为这条铁路的第一个旅客 他在车厢内不断地感谢中国 而与他同行的交通部长更是表示 这是他们国家几十年的梦想 如今在中国的帮助下 终于成功实现了 这条铁路的开通 不仅能够带动沿线城市的发展 并且还可以将本国的出口产品 快速地运输到其他国家 这对于国家发展来说意义深远 并且在拥有了这条铁路之后 我国的企业也敏锐地发现了一些商机 在未来这将是欧洲经济的一条重要枢纽 首先是我国的紫金矿业 这个集团主要的业务是开采金属矿 别说在国内 哪怕是放眼全世界 紫金矿业也是数一数二的矿业集团 他们非常关注这条铁路的建设 在建成后的第一时间 就和当地人签订了协议 因为塞尔维亚本土 其实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 只不过早年间 因为运输成本太大 所以几乎没有国家或公司前来开采 而现在不同了 交通问题解决了 运输成本自然就降下来了 这矿业机遇可不就来了吗 没等几个月 紫金矿业在塞尔维亚的第一个矿区 便置办完成了 童年便投入生产阶段 这速度简直把老外都给看傻了 而拥有了矿区之后 自然是要开始招工人 紫金矿区一口气招募了大量的技术工人 同时还开出了高于市场价的薪资 让当地人一提起咱们中国企业 就连连竖起大拇指 而紧随其后的是一家轮胎公司 这家轮胎厂名叫玲珑轮胎 是我国的第二大轮胎生产企业 销售的产品遍布全球上百个国家 在塞尔维亚兴起投资热后 玲珑轮胎为了提升自己的产品 在欧洲的影响力 便决定把塞尔维亚当成进军欧洲的桥头堡 而事实证明这个决定做对了 直到目前为止 玲珑轮胎已经拥有了七个海外研发中心 并且这个数量在未来还将不断提高 除了这两家体量较大的公司之外 还有很多中小公司也一同涌入了塞尔维亚 这些公司带着大量的资金以及技术 来这里寻找投资机会 而这也变相地刺激了塞尔维亚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也意味着 我国和塞尔维亚的贸易与合作将会越来越多 这无疑更加证明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现如今塞尔维亚国内的知名企业中 有三家就是咱们中国的企业 他们一方面为塞尔维亚提供了大量的岗位 另一方面也为塞尔维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可以说咱们两国各取所需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一直以来咱们中国的基建就是这样 不论走到哪里 都能把当地的居民给带动起来 让当地人富裕起来 口袋里鼓起来 哪怕是穷困潦倒的非洲 在咱们的帮助下照样风风火火的 更不要说出于欧洲的塞尔维亚 这些其实是咱们身为一个大国该有的风范 随着咱们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 对世界的影响力同样也是与日俱增 而关于这条铁路 其实还顺带为我们的一带一路政策打下了基石 到时候等这条铁路线越做越大 咱们就可以直接通过铁路与欧洲各国进行深入的贸易往来 加强双方的合作 令中欧班列能够辐射到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 在未来这条铁路到底能有多火 让咱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